我就是叫他们都要发生游泳了 都会了 但是 因为之前游泳的 游泳池散了 一年就没有 明天才游得回 中国著名跳水女皇郭晶晶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郭晶晶是国人的骄傲一直备受外籍关注 郭晶晶退役后嫁给了相爱多年的男友霍奇刚 霍奇刚家族千亿资产 因此郭晶晶成为了千亿媳妇 虽然加入豪门压力会很大 但郭晶晶呢 并没有像女明星加入豪门那样显得谦卑 而是很快的便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 他们三个 一个六岁 一个两岁 一个刚刚四个月 他们就不停的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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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给他们压力 郭晶晶的出身并没有那么高 很多人都说 他高攀了霍奇刚 那么郭晶晶在霍奇刚家的家庭地位 有多高呢 有一次霍振庭公开控诉儿媳 郭晶晶 霍老表示 在教育孙子这一块呀 他是没有话语权的 都是晶晶一手安排的 他说让孩子什么时候写作业 孩子就必须在什么时候写作业 其他人也干涉不了 联导开口呢 也不给面子 虽然霍振庭啊 有些委屈 但是这样的经历 也确实有些可爱 你公公霍振庭先生说 你寡孩子还是很严格的 也没有了 因为有的时候 爷爷会过来跟他们玩嘛 对 爷爷过来的时候 他会在做功课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让他把功课做完了 才去跟爷爷玩嘛 对 还是很严格的 我是想让他可以养成 一个好的习惯 虽然霍振庭看起来 是在抱怨郭晶晶 实际上是对于郭晶晶的教育方式的认可 严格教育孩子是为了孩子成才 连霍启刚都不敢吭声 在早期的一档组演节目中 霍启刚以为任务没有完成 很着急 郭晶晶刚开始还开导 霍启刚没有关系 到后面 郭晶晶的脾气也上来了 直接中英文切换骂老公 没有想到霍启刚听到以后 也没敢置身 满脸写着 我知道错了 他们都走了 我们就不用排队了 我们可以一直看 从视频中就能够看出 郭晶晶的家庭地位 比霍启刚要高 引得了网友调侃霍启刚 是七管言十锤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霍启刚和郭晶晶认识的时候 也是非常浪漫的 郭晶晶在雅典上赢得了金牌 也是在这时候 获得了一份真挚的爱情 中国金牌运动员代表团 前去香港交流 到了香港就被很多大众喜欢 活动期间呢 有很多人找他合影 这时候一个带着眼镜的男生 走向郭晶晶 操持着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 问郭晶晶 能不能一起拍照啊 那时候的郭晶晶 还不知道他是霍启刚 在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 霍启刚又来了 他又要求与郭晶晶合照 晶晶呢非常疑惑 问不是之前照过香了吗 霍启刚说 因为刚刚是别人拍的照 自己拿不到照片 所以呢想要重新再拍一张 所以又配合的照了几张 那周末他基本上 在家他都会跟我们一起了 就陪孩子一起 我儿子大一些嘛 他会带他去图书馆啦 去一些博物馆啦 他想事情很周到的 他永远是想前一步的 他会做这件事之前 他会把后边三步都想好 那时的郭晶晶应该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男人最终会是他的老公 两个人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 终于结束后 霍启刚也娶到了自己爱慕已久的郭晶晶 在婚礼期间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婷的一句话 改变了媒体舆论的风向 他说感谢晶晶下家到我们霍家 是我们这个霍氏家族的福气 因为郭晶晶和霍启刚在恋爱期间 很多人都不看好 认为郭晶晶是高攀霍启刚的 不过豪门很多 世界冠军却没有几个 在结婚后的这几年时间里 郭晶晶先后为霍家生育了义子良女 郭晶晶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家里 也从不和其他的豪门阔太太去聚会 生活的简单而快乐 她会把五毛钱的头身 也会穿40元的球鞋 或比三家的去买地摊货 这似乎就是我们身边的邻家女孩 霍启刚本是豪门少爷 因为和郭晶晶在一起 生活习惯也和老婆同步了 而且霍启刚曾经公开喊话 家里老婆说了算 老婆是管钱的 霍启刚对郭晶晶的宠爱 确实不一般 这在别的豪门家庭里面 确实也没有看见过 郭晶晶拥有了甜蜜的爱情 美满的婚姻 还有世界冠军的头衔 但她只是想要普通的幸福